这个社会上美好的事情有很多 有可能是一段悦耳的旋律 一本动人的好书 或是一个温暖人心的设计 而今天生活百分百 就要带你看看一群人 一起集结善心 带动社会往美好的力量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很多 在新竹偏远地区的学生 想要拥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却非常困难 然而就有一群竹男网路 符人社的社友们 得知了这个情况 纷纷卷起袖子 给予事实的帮助 当时他们在找 富光国中学校长洽谈的时候 得知这学校方面有 运动场的整修的需求 以及在图书市迁移的需求 所以他们在网路符人社 纠合了所有的社员 大家出钱出力 首先就是在1月9号 在运动场的方面也动工 把整个运动场都铺平了 另外我们社长本身 李柏伟先生 他个人也独自的出资 把图书市的迁移 以及室内的装潢 都由他个人来完成 在详细了解学校的情况 感受都市与偏远地区 在资源分配上的落差 他们决定集结社友们各领域的专长 投入资源 轻力轻微 协助富光国中完成图书市的整建 以及棒球练习场的整地工作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 跟现在我们看到图书馆的样子 是差非常多 因为那个墙壁的部分都有臂癌那些 对 那我们今天来看之后 真的感觉真的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 这边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是非常幸福的 我那时候也有来看图书市的部分 你想说哇里面真的是 就是类似加图四壁这样 都没有整理过 因为现在看到现在 目前这图书市的那个设备那些 其实都算蛮完善的 只是说希望之后 有需要再加强的部分 或改进的部分 我们还是能够尽力来帮忙这样 而今天是图书市 落成启用的日子 当初参与改建整地工程的 福伦社社友们 也一同出席揭幕仪式 学生们借以热情的鼓声与掌声 感谢他们的付出 我自己还没有到任这个学校之前 都是在台北市或竹北市的 比较大型的学校 那到这里以后 我也感觉到成像差距真的很大 对于福伦社的会员们 他们能够出钱 又能够出力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学校的老师 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目标跟计划 再到执行这一块 我们整整跟学校洽谈了 几乎快到半年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面临的 很多需要 那个亲力亲为的部分 所以我才发现到说 哇 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 我们必须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来去做这件事情 李柏伟先生 是竹南网路福伦社的社长 本身也是一位室内设计师 这一次复光国中图书室的装修工程 全由他一手包办 所有的规划设计 都以学生的需求为考量 主要的设计上面的话 就分个几种 有考虑到我们现在小朋友 他需要的高度 一般我们就是手举起来的高度 可以很轻松的拿取 那颜色的部分的话 在于学校我们会比较偏向于 软色系的原因是因为 让小朋友能感受得到温暖 那我们必须一定要用到 系统家具的主要原因是 在于整个一个抗压性 整个书籍放上去之后 绝对没有一个弯的程度 那像我们用的系统家具的话 方舱系数越好 它的测弯机会就越下 李设计师所引进的系统家具 来自于德国 才只采用硬度极高的真叶木 强调无毒环保不仅反财耐磨 清洁保养容易 表层的出力也让耐火性更高 并且可以重复的组装使用 更符合现代人生活机能的需求 木座花了三十万 它之后不管你用了十天二十天 它都归零 为什么归零 因为它是钉死的 那系统家具不一样 系统家具的话 它可以一片一片去拆解 帮你再到其他的家庭去做新的调整之外 它还可以更换门片 它还可以更换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一个空的一个柜子 我都可以加装到门板 加装到抽屉 甚至加装到其他 我们附属的一些拉篮的产品 那这些东西都是附加性 固执环保耐用美观 李设计师也运用自己的专业 将实木结合系统柜 让整体空间的运用更加灵活 营造舒适的生活质感 也传达与环境共生的永续概念 让家具不再只是功能性的物件 而是设计于艺术培运的生活美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